讲到榴莲很多人对它的味道是又爱又恨 不过最近在泰国曼谷街头开始设置了多台榴莲自动贩卖机 一台黄色的自动贩卖机日前出现在泰国曼谷街头 吸引来往行人的目光 仔细一看原来它卖的是榴莲 自动贩卖机里摆满了包装精美小分量的榴莲 只要投入40元泰铢,约合台币34元 就能拿到一个大约迷你果冻大小的冷冻新鲜榴莲 取用随附的小汤匙,当场可立即品尝榴莲美味 It's sold for an average $32.50 a pound in Malaysia during the 2021 season That's more than double this season's average price for live main lobster 榴莲高贵又有季节限定 业者因此推出自动贩卖机提供便利 让爱吃榴莲的消费者没有季节限制 一年四季都能买得到小份量榴莲藏鲜 泰国这款榴莲自动贩卖机目前还在测试阶段 曼谷各地一共设置了9台 观察消费者的接受程度 一旦顺利达成市场目标 预计明年1月起 泰国各地的加油站和200多家零售店铺 就会比较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广设更多台榴莲自动贩卖机 鼓励民众简单投币多多消费 杨正平编义